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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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于这个伤心的父亲跟母亲呢 那么我们的记者也这个在今天我们刚拍到了他们的这个沉痛的这个画面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日本警方在这次处理这个张志阳押送的整个过程 是不是真的有疏失呢 因为这个张志阳竟然可以拿出预藏的水果刀来自残 那么甚至呢自杀身亡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警示厅在今天下午他们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我们接下来透过电话连线给记者冯一超 好的 刚刚日本的警示厅在召开一场专门针对台湾媒体的一场记者会 他们在记者会里面首先呢是对受害者的家属表达了哀悼之意 接着他们开始讲说案发当天实际上是在他们前往那个SK148的剧场附近 发现了疑似张志阳的人之后他们前去盘查 盘查之后张志阳也直接讲说对 问了以后就说对我就是张志阳 因此警方就开始给他收声 收声之后呢又请他做完森林以后 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警车跟他一起去警局进行一个盘查的动作 那张志阳本人也同意了 那这时候警示厅的人就重申了 就是说在日本如果你是自愿上警车的话 那警方就不可以给你上手铐 所以他们就再次重申强调说他们没有上手铐的原因是因为张志阳已经自愿要上警车了 那同意之间他们是讲说在车子里面快到艾斯县的警局的时候 忽然之间后面的警察看到张志阳手中拿出了刀子 那警察就赶快要去抓他的手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警方就赶快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救他 但是警示厅的人表示他们虽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怕抓错人 他们不给他上手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怕抓错人 所以还是很小心 因为张志阳的样子跟他的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体特征 所以打算在说进行征讯完确认身份之后才会做这个逮捕的动作 那在场的媒体有媒体问他说 为什么会选 警察是没有选一个特别远离医院的这个问题 警示厅是讲说并没有这个问题 警方是要依照他伤口的程度 受伤的程度来选择医院的 那张志阳受伤非常严重 所以警方才要必须要将他送到大一点的医院 而不是刻意有去找一个更远的 那同时那个警示厅也讲说 虽然说张志阳已经不幸自杀身亡 但是他们会再跟那个代表处讨论 有关后续有关张志阳后续的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有讲说虽然现在已经对张志阳有代表状 但是整个调查的行动还是会继续 那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将时间还给朋友们 好 我们听到日本警方在今天警示厅 对于台湾的媒体记者特别开了记者会 他强调的是 因为张志阳被抓了之后 他是自愿上警车的 所以就没有对他戴上手铐 但是其实义鸿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一段回应 我们其实非常不解的是 明明你日本警察有搜身 怎么会没有搜到他预藏的水果刀呢 这个要是在台湾发生的话 我的天哪 这是大事一桩 对 警察一定被骂死了 我跟你讲 而且蓝绿都骂 不会说蓝的 因为放过警察 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张志阳喔 日本是发布通计令的 日本的通计跟台湾的通计有不一样吗 什么叫通计 就是谁都可以逮捕嘛 什么叫逮捕 要被逮捕的时候他说我自愿上警车 所有安全 收身啊什么戴手铐都不必啊 我就不相信日本这不是尊重人权 你问张志阳 问他 他已经承认他是张志阳了 你也知道通计的原因就是涉及 两个女的命案嘛 都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下 你收身也要谨慎一点嘛 几十公分的刀 能够一刀就把动脉割断的刀 你收不出来 不是刮虎刀耶 不是那小片的那个 不是小刀片 你警察怎么会收不出来 好 那警察就算不戴手铐好了 你收得出刀也没事了嘛 对不对 好 就算他一割 那么非割 一刀就把自己割死了 警察不会把刀子抢下来 赶快急救日本的艺术 水灯冒急救马上 缝不了命抢不回来 中间有没有拖延 这也要去查啊 我们日本自己的警司厅 自己要好好去查 你们在这里 你们输入的环节在哪里 日本政府 日本人民上次胡道 胡道核灾 大家觉得人民排队啊 什么日本人民 真是很优秀 竟然有序 日本那个政府 真的一点都不优秀 我看那个日本的政府 救灾也救了乱七八糟 然后什么首相 很多的发言也不当 现在我在看日本警察 比我们台湾警察还差 台湾警察真的比日本 太优秀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不解的 就是说一方面你收身 一个预藏的水果刀 它不是什么小刀片 水果刀搜不出来 怎么会这样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警察 在旁边啊 那再者 其实我们也很不解的是 为什么他说 自愿上警车 接受你的盘问 讯问 然后你就不上手铐了 因为日本他们的 他们自己的法律 他们的规定 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们用我们台湾警察 以前办案的方法来看 当然觉得很离谱嘛 怎么可能不上手铐 特别一个这个涉及 两条命的这个案子 不过我非常同意 刘大哥讲的说 因为他是先逃亡 如果他真的是凶手 他已经行凶抓先逃亡 然后还去看那个演唱会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不会是当然需要 犯罪心理学专家来研究出 那这样的人他会不会说 在被警方逮捕之后 让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来结束他的生命 这很怪啊 因为当初发布通计 找不到他人的时候 所有的那个语言学校的 这个台籍的学员都找到了 他一个人找不到 找不到说那会不会 因为你看张爸爸 之前接受法律之后 他有预言啊 要么就是去监狱看他 要么就去帮他收拾啊 就蛮想到一语成诚 就是说如果以前的案例来看的话 刘老大当看过 比我更多的案例 通常畏罪的话 他第二天 他就自己处理掉了 一般是这样 还有人说我畏罪的话 我先跑个两天 然后再看个演唱会 看看被警察盘问说 你是不是那个张志远 说我是 然后再去做 我觉得流程有点怪 而且我也不认为说 日本的警察的训练 你看他们的彩政 我们之前有看到 卫星传媒的话 他们彩政仔细的程度 是胜过我们刑事局的 我今天必须讲句实在话 他们的技术都比我们 我们为什么以前 很多检察官都跑去日本进修 我们去跟他合 他们整个刑事 政察制度什么的 我们都去跟人家取经啊 他们是 我不讲这个个案的话 是彩政的那一块 对 他们的诉讼制度什么 优于台湾 都比我们好 都比我们先进 这是事实 那这个部分我倒有点疑点 我倒是建议张爸爸 因为张爸爸现在飞到 要去日本 对 如果我是张爸爸 说我你竟然有做这个事情 对吧 那录影带给我看 日本的录影 那个监视器的密度 跟我们是有拼的 有点像那种电子城墙 这样子 你带给我看 你说他押送过程 他还会在旁边拍摄啊 不是 我说他已经到了嘛 他已经到那个警察局 一下子的时候 他就做那个事情嘛 那你带着给我看啊 我不太相信说 他会这样子做 收不到那个刀子 然后旁边有警察 然后他还可以去做那个动作 我会对这个有问号的 好 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一下 在刚才我们其实讨论的 这个话题 就是说陈志忠呢 他在批这个陈菊 然后之前又骂郭文成 骂了一通 结果刚刚韵鹏说 对于自己的选情 能够加分多少呢 恐怕不见得 其实你觉得呢 这个陈志忠最近 这个父子俩是同生一气 当然一切就是为了 要拼立委的选情啦 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 我再简单带一下 那个日本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不会是 那个现地的氛围 因为他是因为去参加 演唱会的那个抽签 没有抽到嘛 然后主办单位发现了他 然后就报警了 然后警察才过来 然后确认他说 你是不是张志杨 他说我是 就把他上车了嘛 对他那个整个制裁的那个 那个流程是有点奇怪的 就是我们一般畏罪的 畏罪自杀的人 他应该就早就应该自杀了 他怎么在外面先漂泊了一下 然后再过来就是收身 我觉得太太轻率了 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警方 不应该有那个情况 这可别借我讲一下话 十分 十公分的刀柄 十一公分的刀刃 其实差不多有这么长度 对啊 一把一把刀子 那你没有收出来 我借一下 我觉得日本警方 比台湾好坏 我不论了 但是他今天面对的是外国人 他说他没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特征 比如说他这边有台积 或什么的 没有 所以他在问你的姓名 说你是不是张志杨的时候 我认为日本警方 也单单嘛 你知道他不一定确认 譬如说我的正这个字 日文有人发贼 也有人发禁 都可以 所以他问你是张志杨的时候 说不定张跟庄 有没有 庄有人念那个 那个头舍 有没有 庄胜雄他们 有人念瘦啊 那又有人可能念 很类似张的 所以他不是很确认 说你这个外国人 到底是不是 所以他们自己有讲 他说那个跟照片 不太一样 对 也不太一样 然后性啊 什么的 但外国人 即使是同样黄种人 我觉得他们都不一定 那有一个部分我去想请你能不能懂日文的记者 看能不能查一下 就说你看 我通常看日文新闻的时候 嫌犯写怡龙者 那他那张有没有传单上面 要我们都说嫌犯嫌犯 对不对 他就写指名首配 那张传单是给你去发 到底这个指名 到底是不是嫌犯者嫌犯的意思 这个还 说不定他还不认定他是嫌犯 那是我们的媒体认定他是嫌犯了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定义 要清楚之后 才知道这个程序到底怎么会那么舒服 好啦那我简单问你 哪一支刀为什么受不刀 你告诉我 真的啊 他就觉得我没有把握你是嫌犯 所以我不敢去泰那个吧 我不晓得啦 不是嫌犯你就不能给人家收啊 既然你已经收了 你就要收到了 简单的道理 最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是通气啦 是 所以他即便有外国人的顾虑可能 当然这是日本的法律啦 所以说这东西还 没有啦 日本也没有你们想象的 那么尊重人权 出了事才在那边结束的 哈哈哈 回到陈志忠的话 回到陈志忠的话 台湾的观众 回到陈志忠跟陈菊的人权 我先普通一下 因为后续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那两个不幸的被害人 是 是他杀的吗 也不确定啊 因为你现在没有审判了嘛 你现在没有审判案子就解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警方第一 现在处理你处理不好的话 后续的民事赔偿啊 甚至国赔什么的 因为民事赔偿很在我们这边打 那怎么打 所以这个 林芷瑩同学的姑姑就说 这个伤害更深 反而很伤心 那爸爸更是哭的难过 我讲个阴谋一点的啦 那是不是另外还有别的共犯 你也不知道 你说一个人一个人干的 然后一个人把两个女的这样子 这有事有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日本警察讲 刘老大刚刚讲的很好 那你既然收了 你说不上手铐 这可能有你们的规定 那你收算没收到 这怎么解释 这没办法解释嘛 所以应该要乘处了啦 虽然是日本人 一样要骂一下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来处理这个报纸 你可能会下标 谁杀了他们 打个问号吗 我觉得会有人会有问号啦 疑点 因为你没有经过 侦查审判的过程里面 你很难认定他 我举个例子 当我的结论啦 如果你是保险公司 你要不要赔 如果我是保险 我是很烂的保险公司 我就刁难你嘛 因为没有知道凶手啊什么的 这些问题很多啦 当然这个对于死者家属来讲 要的就是真相嘛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张智阳 这么自残身亡之后 到底什么是真相呢 回到这个人权问题 回到陈志忠 回到陈志忠 我觉得陈志忠 刚刚那段画面 如果说往前面捅一点的话 那那个对比就会出来了 就是陈志忠认为说 过去对陈菊有恩 你陈菊今天怎么这样对我 把这个陈菊骂了一顿 你看当时呢 那个陈菊骑是宋楚瑜的好子弟 然后现在呢 挣钱倒戈以后 宋楚瑜口不出恶言 你看那种情义上的那种表达 那就非常出现强烈的这个对比 高下立判 那我觉得陈志忠啊 应该是 他现在就所以要这么做 选举其实剩下没几天了 其实这个做有点晚了 他就是叫民党这些同志人要闭嘴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不然的话他骂陈菊 陈菊作为一个民进党党员 不支持民进党的提名候选 你要叫他支持谁呢 民进党没有口出恶言 陈菊也没有 陈志忠啊 陈志忠觉得说他忘恩负义 不是不是 你说要民进党闭嘴 民进党没有讲话 我是说陈志忠 陈志忠希望 民进党 对啦当然啦 民进党里面对陈志忠 我们不敢正观其承 但是我们也不敢口出恶言 也没说什么 对对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那我们来看 那陈志忠我们不骂蔡英文 对不对 民进党里头有多少人 收了陈水扁的好处 但是呢 我觉得陈志忠这个做法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 观众朋友来说的话 他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有好处的 我看事情老是往正向来看 包括像刚刚那这个 这个吴伯雄去帮这个 傅昆奇举起他的手 一样一笑闽恩仇 我看陈志忠啊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 唯一的一个好处 就是揭穿了民进党很多的假面具 就是说你看人家的爸爸 出钱又出力 每天流汗 然后流泪 然后花钱 帮民进党的这些 从市长以降 的候选人来浮选站台 今天你怎么对陈志忠呢 对不对 好歹私底下也应该来一下嘛 或怎么样 为什么会让陈志忠 有那种感慨啦 有那种感慨 你这算什么正向解释 这是很正向 很正向 就是揭穿了你们这些假面具 过去拿人家钱的时候呢 都是赶人家扑 现在呢 人家出事了 也没看到你连探监 都不去给人家探监 那这是什么呢 没有 阿扁有嫁啦 有量 但是他也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权 我想一个 陈水扁帮陈局选高雄市长 那时候是为什么 什么背景你知道吗 陈水扁喔 这个贪污案爆发了 人家要他下台 要罢免他 北高两市选举 两都都弱的话 陈水扁要倒 我告诉你 危机解密上都有血 两都 北市也输 高雄也输 他提前出局 可能总统就要辞掉 给李修连当代理总统 那时候党内整个氛围是这样 所以陈水扁 才拿三千万给陈局 千所赴爱河 那时候就选赢了 陈水扁选赢了 陈水扁爽死了 政局安定了 讲话又开始大声了 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陈之中你今天说 你爸爸帮人家多少忙 陈水扁帮人家忙 是基于是爱护他吗 陈水扁给每个当格魁 都各当一段时间 他说他是培养总统接班人才 每个人给他用一段时间就 换啊换啊 就叫陈水扁完全基于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 那他有钱啊 陈水扁那时候是高于党的 很多人是要接给民进党 不愿意接给民进党 只接给陈水扁 陈水扁才会利益给你啊 他是操控整个国政 他可以用你弄的事 陈水扁高于党 他希望他以后总统不干了 也是有一堆钱在海外 能够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 他是战类啊 陈水扁是好人啊 所以也不要讲那么多 每个都为自己算计嘛 其实陈水扁是去抢郭文成的立委 是陈水扁要去抢 郭文成干得好好的 你去抢人家 那陈水扁为郭文成站台 不应该吗 人家郭文成也支持你啊 难道不应该吗 所以这个讲来讲去 政治没有那么高尚 所以宋楚瑜怎么不出恶言 宋楚瑜心里 欺负跟其气死了啦 讲到心理层面的话 因为我不是心理学家 我没有办法去知道说 宋楚瑜心里面欺负跟其气死 所以宋楚瑜现在讲 这我没办法知道 人情能暖 没有人味 你不知道 选举一定要先有人有钱才能选 你看过国民党秘书长 你看过省主席 你分配那么多选举 你瞧那么多选举 没人没权利敢出来选 你出来选的结果 人也不如预期 钱也不如预期嘛 大家看到 你可以看到鬼一样嘛 所以你就是 一来你就大家都跑啊 所以大家就没有人味啊 是你造成人家的困难 不是人家造成你的困难啦 政治本来就是现实的嘛 这个陈志忠难道 没有学会政治现实吗 休息会等一下我们回来呢 再继续来看一看 国民党方面再推新的文宣 再推出美清牌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